今天一圈圈星美食堂,泰萊另一位嘉賓就是馮允謙 你好,歡迎馮允謙,歡迎你 馮允謙給我感覺很新鮮,很新鮮 所以我們就吃第一道菜,就是油甘魚刺身 嘗嘗,乾杯,可以一塊薯片 馮允謙,我想問你,其實值得我在你十二個月裡第二張碟 對,第二張碟 作為一個新人,能夠一年出兩張碟,尤其你入行也不夠兩張 會不會覺得很開心 當然開心,我覺得自己能夠出碟,是一個很幸運的事情 而且我從小到大,都是想出碟,唱歌,唱歌,唱歌 終於現在,我現在是二十五歲,可以做到這件事 而且一年出兩張碟,其實我自己覺得很幸運 而且當中世界劇團還要是你第一首四台冠軍歌 對,真的想不到 沒有想過這麼好的 我自己就沒有想過 其實我記得我當時在工作室,我們一起做這首歌 然後,Kelvin和Jim聽著這首歌,他們就覺得這首歌可能有機會獲得四台冠軍 因為他們,我記得一個田詞人,楊兄,他一作這首歌的時候 他說他特別好劇烈,他專門作這首歌 因為他覺得這首歌有可能獲得四台冠軍 而且他覺得這首歌是很聽的 所以帶動他是一個田詞人 其實他作這首歌是很容易的 其實我自己也想不到效果會這樣 其實真的要感謝每個DG朋友播我的歌 其實我自己非常之很開心 還有我自己做一個唱作人,作歌 其實那個feedback是好,其實我自己也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自己做音樂 我覺得音樂這件事,音樂 It's meant to be heard 是你作出來是給別人聽的 那如果那個feedback是好,和多些人聽 其實你自己呢,都是想會繼續去做多些好歌 嗯,但你會不會覺得音樂是特別抱你呢? 我覺得他們很幫我,很疼我 我知道每個人在他們自己的部份 就是他們自己的部份 但我知道他們很疼我 好像阿靖,阿超,阿Kalba他們 他們每個人都會走台 有幫我派一些碟給人聽 基本上他們是很幫我 而且我覺得很多的HR 和我的A&R那裡 其實基本上 Music Plus 是很多人呢 我覺得未必會有這個機會 可以和那麼多敬仁一起合作 好像阿June、Kalvin 因為我記得 初初我們進去做這個project 當時 他們是 pretty much 告訴我們 你做什麼呢? We'll just take it 那我們就調查一下好不好 但他們很放心 阿June和Kalvin 阿公常一起去做這個碟 所以其實它的效果 反而第二隻碟 是更加 free 但是很多人說 你之前拿了新人獎 第一隻碟之後 出第二隻碟 更加有壓力 馮雲謙作為一個新歌手 會不會覺得第二隻碟的壓力比第一隻碟大 我覺得第二隻碟肯定會有更多壓力 因為第一隻碟是 其實是在摸那條路 沒有人知道 那條路 那個路線 會不會是 很多人喜歡聽一些歌 會不會成功 沒有人知道 還有是 不會有很多期待 或期待 反而第二隻碟 可能有些歌迷 聽過第一隻碟 會覺得第二隻碟會怎樣 會不會更加好 還有自己也會放更多期待 在第二隻碟 因為你已經知道 那個音樂的方向 是想怎樣走 那現在 你是不是可以做一個 good job呢 可不可以 帶動更多人 聽你的歌 反而第二隻碟 我覺得有少少一個 比較relieved 因為剛剛 世界劇團的成績也不錯 那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我是想繼續 去做多些歌 給我自己多些信心 多些motivation 去做多些歌 和玩多些不同的音樂 嗯 但是呢 有一首四台冠軍歌 你去年就拿了新人獎 今年有沒有信心 金谷獎 或者歌手獎 會不會大一點呢 對你的信心 在頒獎 未來很快就是了 對 很快 那我自己就 其實我不可以說沒有信心 但是 我覺得 我已經是很幸運 我第二年 我一年出兩隻碟 第二年是可以拿到四台冠軍 因為我知道 因為我知道 我記得我爸爸不知道 跟我說 他不知道看一個節目 Hanjin 不知道 那些人在聊天 他說每個藝人 每一年 都會出五十隻碟 整個香港樂壇 會出五十隻碟 你想想 五十隻碟 每個藝人 都會派三、四首歌 上台 有多少首歌 真的可以上榜 還有有多少歌 可以拿到第一 有多少歌 可以拿到十大金曲 其實不是很多 是很少的 是很難得的 所以我自己 拿到四台冠軍 我覺得我自己 應該 足夠了 應該很開心 很滿足 對 不應該說 不行 其實我自己 拿到 如果拿到獎 好 當然好 誰不想要獎 但是 自己就覺得 其實我已經是很幸運 一個人 就是我 出到現在 到現在 參加巨星 出到現在 出碟 其實很多都是 比較順利 對 所以我自己 我覺得我不會 想 一定要說 我一定要拿獎 如果拿不拿獎 我不會開心 會不開心 但我自己覺得 如果拿到就拿到 拿不到就拿不到 但是我自己 我覺得 會是一個奇蹟 如果真的 拿到獎 因為我知道 有很多很多 歌手 都熬了很多年 去做到這個地位 所以我自己 就是一個新人 我覺得 我希望是可以的 但是 如果拿不到 我也不會不開心 但是 龐敏 你自己本身 在加拿大成長 嗯 但是你就讀 市場學 Marketing Marketing 你不覺得 真的浪費了嗎 回來參加這個巨星 完全不是浪費 因為我覺得 你在裡面 這個樂壇 你想想 有幾多個 劉德華 有幾多個 容祖儀 陳奕迅 不是有很多個 可能你 你裡面 你的手 都可以計算到有幾多個 真的可以學到這樣 可以做 這麼久都可以 成功 其實不是很多個 所以我自己 我覺得 你讀書 你起碼 你醫行是不行的 你不成功 你做得不開心 你起碼 你有一個 backup plan 可能我讀一個 master's 可能讀一個 master's 繼續讀書 繼續 upgrade自己 找一份普通工 因為我覺得 其實在加拿大 我又不是不開心 其實我挺開心的 因為 由小到大都開心的 但是你住在 Edmonton 是一個比較小的地方 是的 而且很多東西都很簡單 而且我覺得 有什麼不好 你上班 你九至五 你上班 你回家 跟家人吃飯 開心 可能是娶老婆 生兒子 買樓 其實這件事 每個都是這樣的 我覺得是一個 很開心的事 我覺得 反而我在做音樂 我覺得 我自己的滿足感 是會大一點 因為我真的喜歡音樂 還有做到 但是你從小到大 你喜歡的嗎 我從小到大 我五六歲 已經開始唱歌 是的 我喜歡唱歌 你怎樣唱 沒想到 我記得我聽到 pop band insync 那些 我一起 back ship boys 唱歌 其實是很開心的 但是 為何你又不 例如 一早就回來香港 要讀完大學 是否因為你爸爸媽媽 叫你這樣做 其實爸爸媽媽 沒有想過 我是真正 真的想做歌手 真的想唱歌 他覺得是一個夢想 還有他會覺得 如果他真的想做這件事 你一定要讀了書 你起碼 你有一個 back up plan 你有一個 degree 你不會 你不會餓 但如果你出來 你可能在這裡玩 在這個外壇 當你二十六、二十七歲 你又不會想回去讀書 那你做什麼呢 你沒有 你條路是窄很多 所以我都聽媽媽說 我都知道 因為 但你大學未畢業完 你已經去了北京參加過歌唱 對 那我那時候 我說 我試一下 試一下行不行 那如果行 那 Great 但我都沒有想清楚 是會怎樣的 那我家人都說 他想試一下 那我現在 他二十歲 他不試一下 那他何時試呢 那就是不行 就是 慘了我 不行 不行 那我就很幸運 就回去 我繼續去讀書 finish了我的 degree 那才回來參加巨星 那我就想不到這個機會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欸?巨星是怎樣知道的 你在加拿大 其實是我孤姐告訴我 我孤姐說 哎呀 其實 超級巨星這個比賽 快要開始 你可以填方法 因為我記得我那時候 是 那時候 我在電視 我是在酒樓吃的 我看到Mag Shelton 黃均 唱歌 林欣彤 黃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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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齊唱歌 我說 我記得香港是有個比賽 叫做殘酷一丁的 但是很搞笑 一個很搞笑的show 但我不知道是一個 真正的歌唱比賽 即是 真正去比賽 對其他歌手 那我一看到 我說 哎呀很想試一下 但我聽過很多人說 哎呀 現在四月 那現在四月 都沒有巨星三 參加這個比賽 即是沒有 沒有application 應該可能沒有 那我說 哎呀 那我說不要緊 我繼續租工 那後來 差不多四五月 我就說 不是喔 你TVB那裏 其實你可以上那裏 報名我現在 那我立刻報名 立刻 就是 到現在這樣 想不到 但是你爸爸有沒有反對 到你說參加這個超級巨星的時候 其實我爸爸一向都沒有 即爸爸媽媽都沒有反對 沒有反對說不給我試 因為 我從小到大都跟他說 哎呀我想唱歌 我想試一下這件事啊 那所以他們 我想他們有少許 expectation 會知道我 可能我完成了大樂 可能都是會參加這些歌唱比賽 試一下的 但是你是其實你想唱歌 還是想做歌手啊 還是真的 喜歡入行呢 你自己 其實我自己喜歡音樂 我想做歌手 因為我想 不是只做歌手 我想做一個唱作歌手 我想做音樂 因為對我來說 是給我一個很大的歡喜 還有我自己 我覺得 你有時你作些歌 有時你不開心 你可以寫你的feeling 在一個字裡唱給別人聽 還有別人都可能會很喜歡 那我自己呢 我聽別的歌手 有時他們影響到我 好像我的歌手 John Mayer 或者陳奕迅 方來彤 我一聽他們的歌 我覺得很感動 那我也希望 有一天可以做到這件事 給別人 那你也算幸運了 你是搭尾班車的 巨星沒有四 只有三張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有時會想想 如果參加了巨星2 我知道 因為 你會輸給林欣彤 我一定會輸 不是的 你都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但是幸運 因為剛剛 有時我覺得 真的是講機會 所以 運氣這件事 我覺得 是挺重要的 因為你不知道 有些事情 我不知道是否叫我 搞定 就是搞定 就是搞定 我第一次 搞定 搞定 有些我覺得是搞定 不是搞定 是搞定 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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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